今天又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早上调了6点多的闹钟 8点45要带老二去健康院做体检 婆婆7点半就过来了 还顺手煲了一锅汤带过来 我们要出去 她就要帮忙看一下妹妹 简单吃个早餐 香港政府每年都给学生有一次免费的体检 因为大环境耽搁了三年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做 这个健康院在元朗 坐车过去半个小时 下车还碰到查票的 今天逃票的就惨了 要罚款290 还好我们都是很自觉的好市民 整个体检过程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主要是检查视力 听力 血压 脊椎等等 虽然是公立医院 但是医生护士的态度都好好 整个过程都是轻言细语 对孩子们好细心 好温柔 这也是我很喜欢香港的一点 今天老二全部打标了 我挺满意的 坐完我们回到家 差不多都11点了 隔了四天 修空调的师傅终于来了 这次来了两个人 帮我们把水管通了 但师傅说 这个不属于机器的问题 所以不再免费保养的范畴 需要收费400元 修完 婆婆和飞游妈妈就开始收拾 搞卫生 我准备过关去深圳办事 顺便把老大接回来 老大昨天晚上在深圳玩 晚上在舅舅那里住了一晚 他跟舅舅都是资深的球迷 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还一起去玩了密室逃脱 今天刚好是舅舅的生日 我们约他来香港一起吃晚饭 跟他一起庆祝一下 一到家 婆婆就给他四个红包 两个是他的 两个是奶奶的 晚上我们在外面吃的 点了八个菜 我老公的心是真大呀 昨天他订蛋糕 把日期写成了明天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临时 在店里又买了一个 切完蛋糕 婆婆又给了服务员20块钱的小费 婆婆做事总是这么周全 吃完今天这个蛋糕 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吃蛋糕 吃不完 根本就吃不完